各位你們好 我是這裏直播網購的阿達 今天來到尖沙咀廣東道 廣東道的八十屋 Canton Yama 看看商場有什麼大特色 有什麼值得來看看 下面已經有一個士多 但進不去原來是一幅照片 都幾特別 還有一個巨型的LCD屏 這個LCD屏不斷地轉廣告 Hello 我們看到商場 上次我們在裝修的時候 就見到很多竹譚 原來竹譚的效果 配搭雙鋪是幾有特色的 來到這個門口 還有一個廣東鴨 看到有些古色古香的 香港特色的產品 有鐘 有水煲 風扇 譚冠 知道譚冠拿來做什麼嗎 不一定是吐譚的 小朋友拿來 便便都是用它 有一個近代的CLT屏幕 有幾個這些汽水瓶的箱 但這些汽水瓶箱快沒有了 最重要的是 我們以前很流行去踩Rola 這雙黃色Rola 我想都幾難找回來了 計彈燈就不用說了 我們繼續游去看看 這裡我們看到有很多不同類型的商店 有些做手飾的 有些做衣服 有些做筆 或者是一些飾物都有的 上次來說 我們看到有些竹棚做設計 就是這個商場最主打的其中一件事 但其實不僅只有竹棚的 第一次我們會帶大家去看一下 其他關於商場最大特色的東西 帶大家就這樣看一看 它的竹棚設計 是令到每一間商店分隔了之後 是有一種很自然很特別的感覺 在這裡除了有些普通衣著 衣服的產物賣外 還有一些特色的手作產品 就好像做這顆特卡片 還有一些香氛 還有一些香氛其他產品都有 一些做給別人做這個 Celebration的產品 最重要是我們進入商場 除了看商店之外 看看它的設計是最重要的 一個竹棚上面不斷有這個雞蛋燈 我們叫做雞蛋燈 以前去到時多就是照雞蛋的 照說那些雞蛋哪些漂亮哪些不漂亮 進入到這裡 我們繼續去到第二個環節地方 這個環節地方就是我們上次看到 是空白一片很廣闊的地方 這個地方現在已經變成了第二個世界了 這個世界就可以看到有很多不同的背景畫 例如我們一開始看到這個 這個有電車的地方在哪裏 大家猜不猜到 各位所知設計師就告訴我 這裡是側如沖 這個原來是一個花棚 我們以前叫做一些廣告大型的竹棚廣告 其實這個大型竹棚廣告 除了做廣告之外 以前好像神功器 一些做大戲的情況 或者一些酒樓有甚麼婚宴 我們都是用這種方法 大型的花牌來做一個廣告效應 但是這件事就越來越少了 看看這裡生長大約有些甚麼在賣 這裏的檔口除了一些衣服、鞋襪、首飾之外 其實那裏離遠看都還有一個占卜的 但其實這裏的事業是暫時看上去只有這麼少店 但也有四十多間以上的了 但是接下來試業完了之後會更加多店 亦都這樣說 這個商場 這個事業商場 接下來其實還有二樓和三樓的 其實二樓三樓都已經準備開 還有一些已經開了出來 但今天我最主要都是講一下這個商場裏面 第一層的特色設計、特色的佈置 因為這特色佈置 你進來不買東西都要過來看一看 好了 我們就走到剛剛一個圈 回到門口位置了 各位你好 我是這裏直播網站阿達 今天我帶大家去廣東道的八十號 從Kentong Yama那裏看一看它的事業情況 其實很老實說 這裏的所有東西除了產品、特色、特意之外 就最重要的背景 我當不買東西都應該上來要看看背景環境 因為那種震動度 真是很有鄉民主